5月22日 钟正涛与妻子范江在香港是补办了婚宴 到了5月23日 阿逼哥就已经飞到别处去开工了 非常忙 虽然说人不在老婆身边 但是他的心还是留在香港 张口闭口就是老婆不说 还开始分享起了自己的甜蜜生活 让同在现场的任达华是又羡慕又是嫉妒又是恨的 来看看 娶了媳妇 做了新郎官 阿逼哥可是喜上没伤 别人还没有问什么的人家自己就分享起新婚感受来了 阿逼哥与妻子范江相恋18年共同养育了一对可爱的女儿 如今已经62岁的她 之前也经历过失败的婚姻 能够再次找到真爱 自然是特别珍惜 阿逼哥张可必可就是老婆 弄得一起出席活动的人大花有点眼红了 人家与名模琪琪结婚刚好也是18年 所谓相恋容易相守难 要说爱情如何保鲜 当然得请教一下华哥了 赚了钱之后 不要乱花 买房子给家人 生活上精打细算如何打理 家庭财务确实很重要 不过相比较之下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为家人多花时间 因为我对自己比较狠一点 有时候放假 礼拜六礼拜天我会特别恢复香港 见她一面跟她吃个饭 第二天再飞 如此懂得用心兼营生活 难怪华哥的婚姻会如此幸福 有点心天地便就不打